今天早上的十一點半 我們在 我們發現了這個 我們的拆信的這個民眾 初步判斷或許是可能是因為 這個 路徑不熟 然後當天啊 又下雨 可能是不是滑倒 或是怎麼樣 滑到山壁下去 這個我們還要再做 後續的一個判斷 謝謝大家 好 不客氣不客氣 有幫助到你們最重要 好 好 好 今天來的那個 搜索 就我非常謝謝 就是警銷大學們 然後 局長 部長 然後還有一些旅間團體 然後我們是 就是主動聯繫我 要來幫我找我爸爸 還有我爸爸的朋友們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 謝謝大家這幾天的寶寶 然後幫我爸爸 就可以帶回家 這樣謝謝大家 在3月27號的早上的9點35分 我們接過我們 市群及伊犁的一個轉報 說有一個菜市民眾 到我們三峽的滿月園 失蹤了 所以當下我們當天就立即 3月27號 9點50分我們去立即派遣了我們三峽的 小網同仁跟一小網前往這個現場來做搜救 那經過3月27號 28號 29號 30號 到今天早上的11點半 我們在 我們發現了這個 我們的菜市民的這個民眾 那總共我們動員了整個搜救的能力 大概457人一次 那歷經了大概74小時的一個搜索的工作 無極山莊往這個雙溪山的這個路徑上的 大概約1公里的位置 這個山徑下大概離這個50公尺的 這個左側山壁下方50公尺處啊 找到這個菜市民眾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啊 那是我們土城,消防分隊的五位同仁 在這個無極山莊往雙溪山 登山莊步道左側山壁下的50公尺處 找到這個這個菜市民眾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啊 他家族的報案是說 菜市民眾是要到滿業員來做 相關的這個步道的這個活動 但是他可能一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對路徑不是很熟悉 正常滿業員應該是要往左邊啊 他可能往右邊的方向來行走 那他初步判斷 或許是可能是因為 這個路徑不熟 然後當天啊又下雨 可能是不是滑倒 或是怎麼樣 滑到山壁下去 這個我們還要在做 後續的一個判斷